县员谢真信在县长施政总咨询时 关系公共托婴以及临时托婴中心 表示114年 依然县的公共托婴中心的收拖数为548人 但零岁到两岁的婴幼儿人数为8030人 收拖率才6.8% 公共托婴中心严重不足 造成年轻父母无法放心工作 由于县政府已经设立了西北临时托婴中心 因此要求县府要加速来设立西南临时托婴中心 所以就产生了很大的家庭的一个因素 所以这边本习要求社会处尽速来议典增加我们的托婴中心 大家要想像我们的林处长 欺南是管顶路动一大的地方 欺南南瓜了很多乡镇市 欺南都可以来开办 对此社会处长表示 县府目前也积极寻觅适合了土地设置西南临时托婴中心 而在这之前也会提出居家式临时托婴等等配套措施 而未来的西南临时托婴中心除了规划临时托婴之外 还包括有亲子馆以及可借用玩具等等的多元服务 我们正在寻觅说有余裕的空间可以做我们西南的定点临托 但是在台队之前我们其实有一些配套措施 我们现在配套措施是希望说用居家式的临时托婴 目前来暂时是这样 那未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找的这个地点 它不只有单单只有是一个临托的地点 也希望能够做一些像我们类似像亲子馆 或是其他借玩具等等的中心是我们现在目标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西南找的这个点 它的未来的服务是多元的 所以在还没有之前我们是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尽快 先缘谢正信表示 依据联合国相关的研究报告结论 政府提供平价优质普及的公共托婴服务 是唯一确认最具有提振生育力效果的政策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 就是说我们有在做消毒啊